南宁以东一千多千米的福建 虽然远隔千里 但两地时刻对于传统烧烤的追捧 却达成了一致 福建省泉州市 枕山金牌 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 激发着泉州人向海而生 爱拼感应的生活信念 也让这里的饮食与海洋 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泉州 人们用食物感知生活之海的风浪 也从食物中汲取毅然前行的力量 寻谱码头 渔船伴着海风满载回港 海鲜一上岸 码头便热闹起来 临春穿梭在人群中 寻找着今晚出摊菜品中的重头戏 船动大鱿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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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春就进入社会闯荡,没有工作经验,路边百叶摊是成本最低的谋生手段。 即便如今已搬进路边的店面,它最怀念的仍是百叶摊的火热岁月。 偶尔到码头选货,在固定点位出摊,成了临春难以割舍的生活方式。 在夜市摸爬滚打多年,临春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鱿鱼处理方式。 鱿鱼肉质紧实,不易入味,腌制前的功夫便格外讲究。 给鱿鱼按摩是他想到的奇招。 揉到鱿鱼微微发热,质地变得松软弹韧。 生姜片、红薯粉、辣椒粉及洋葱碎等调味料,才能渗入鱿鱼肌里。 等待鱿鱼入味的间隙,临春要仔细检修他的老三轮车。 他曾载着临春走遍泉州的大街小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这种向海而生的美食成为了泉州夜市中极受欢迎的小吃。 我是人家,我穿白骨。 精米浸泡一夜,吸足了水分,变得经营饱满。 经过沸水汆烫,直炼淀粉逐渐融出。 在精米表面形成一道饱水膜。 膜越厚,精米弹性越高。 冲倒成的白果,口感也更柔韧。 用竹壁瀝干水分,便能上造蒸制。 米香渐浓,这是蒸熟的信号。 精米也将迎来化灵为整的历练。 打白果讲究力道和技巧,马步攻腰。 打果锤举过头顶,用腰部发力。 紧在锤头即将落在饭团上时,把手一抖,准确击打。 再借反弹之力,举起锤头。 另一人则掩起手块,适时翻面,导致白果揉中待刃,便可起咎。 趁热揉错,切长条。 白果以更适口的身形,等待今晚的出摊。 夜幕降临,香味四处飘散,小吃摊成为泉州人深夜里的慰藉。 铁板的炙烤下,白果呲拉作响,单面必须煎够40秒才能翻动。 外焦里嫩的口感,源自讲究的手法,先煎后压,压完再烤。 在摆摊的年代,同样的动作,临春每天晚上要重复上千次。 白糖是最后的点化,激发出双倍的甜香。 在靠海吃海的泉州,夜市小吃少不了海味的,烤鱿鱼更是遍地开花。 要想制胜,口味就得出奇。 为了保证鱿鱼极致弹嫩的口感,临春需要精准控制时间,三分钟的制烤。 鱿鱼在铁板上微微蜷缩,海鲜的香气扑面而来。 要想令人口舌生津,仍需要秘制酱料加持。 咸鲜浓香的酱汁,裹住饱满厚实的海味。 继续翻烤两分钟,此时,弹嫩的口感达到巅峰状态。 诶,春哥,那个白果和鱿鱼再帮我个打包五串。 好的,好的,马上哦。 弹韧鲜嫩的鱿鱼滋味绵长。 带着海洋的风味,在舌尖卷起风浪。 烤白果,外酥里嫩,香甜可口。 滋味简单而热烈,带给进食者一满足感。 送走最后一波食客,已是深夜两点。 极度疲劳后,临春和妻子总会在收摊前小做片刻。 既巧妙处理了余下食材,也顺带盘点当晚所获。 在百叶摊的十年时间里,他们的夜晚几乎都是这样度过。 只要爱拼才会赢的信念不改, 泉州人的脚步就会永远向前。 而手中的食物与身旁的家人则会一路相伴, 赐予人们乘风破浪的勇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